也就是说经费也没增加 决心也看不到 整体来说有点见树不见零的味道 那我们就来看其中的一棵树 那也就是真的不是零 因为最近景气不好 所以大家都特别聚焦要来关注的 就是产学的落差很大 有各项数据都显示 就是因为人才的量不足 值也不佳 所以影响到产业的升级 教育部长蒋伟宁 他曾经很多次他都谈到这个话题 他说鼓励学生多多出国去深造 加强技职的教育 还有在产学之间 要建构一个新的平台 让供需之间能够缩小落差 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在高中阶段 我们就开始也鼓励学生 可能去做交换学生 去做一些相关的作为 除了留学奖学金以外 我们其实也提供一些 这些就学贷款 就是说你到国外去学习 我们可以在这一个 就学贷款上面 可以做一些协助 那甚至在利息的补贴 如果家庭的收入相对是比较低的话 我们甚至在利息的补贴上面 能够做一些作为 教育部 经济部 劳委会的次长们 有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对于 对于供需之间 对于到底需要多少 在各个领域需要多少能力 我们怎么样比较有系统的 来去做培养 而不是说只是哪个领域 比较容易培养 我们就去培养 在未来的四年之内 会投入大概200亿的资源 在我们高职的设备 在老师的进一步的 比较专业能力的 或者实作能力的培养 或者送我们的小孩 到各个到产业界去做实习 这是我们先前 对于教育部长 蒋部长所做的专访 何云你来看 这一次白皮书当中 我们特别提到 就是大学里面的一些 松绑拉 转型等等 真的对症下药了吗 其实刚刚一个新闻片段 你有提到学费调整方案 这是之前就已经讨论好的 就是学费 怎么样基优的大学 可以调整一些 所以这些是旧的这个方案 那今天还有提到一些 像产业学院 这个是旧的 还有硕士分流 在硕士的部分 分学术跟实物 这也是旧的 那合并六到八所公立大学 这个也是讲了很久 有一些是谈了几次 破局的 列到他的这个心愿 我们有这个170所大学了 他就是六到八所 都是旧名单 所以在这些项目上面 我实在很难对他做一些什么评论 因为真的 就是名单也是旧的 连上面很多的数据也是旧的 就是目前已经进行到一半的 可是却是出来一份 说正式出炉的白皮书 也难怪你们跑教育那么久 会觉得失望 因为找不到新的东西在里面 他实在是 我发现 我发现 我发现